小時候也喜歡看籃球 主要應該就是因為我爸吧 因為我爸喜歡打籃球 我爸以前可能也會朝籃球方面發展 但是他我的阿公不讓他打籃球 所以感覺他就有點把 他說希望的事情寄托在我身上 那時候我只知道說打球很快樂 因為我小時候 我只要一上球場我就很快樂 可以很快樂打球有什麼不好 那你喜歡打球 我不要你打球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不是因為希望他去走籃球 這條路我是因為希望能夠快快樂的打球 就只有這個念頭 你想要做什麼就去做 其他的我再幫你進行 當時我們學校的這個比賽的 籃球比賽的成績其實還不錯 我的成績是在當時可以保重台的體格 我是很想走這條路 南山高中的教練 郭輝教練 他去學校找過我兩次 他提出的條件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爸是不戰爭的就這樣 所以我只好去念我家附近的一個高中 一個強圖高中 當時我進去的時候是沒有 那我們班上有一個也很喜歡打籃球 那我就跟他開始組籃球隊 然後我們就慢慢帶起這個風氣起來這樣 哈嘍大家好我是季兒 嗨大家好我是季兒寶啊 今天來到覺得想買就買這家店 然後是因為我爸很喜歡種植物 所以想說大家來看一看 你大概對這個種花花草沒什麼興趣 他從小一直到大 他有空間的時間都是在打球 他幾乎沒有空間的時間做其他的事情 那會想要跟他一起送你一顆樹嗎 當然 讓你講好了 當然 我們就要站在這邊 這樣的話我們看這個照片 好 OK 手先手 他主動高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給他那個 Sample 我上來我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麼這麼優秀 沒有想法 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不錯 這樣這邊就可以站很多人 可以 對 我是比較喜歡聊他打球的 可以聊嗎 他是比較不喜歡 對 對 因為他太平凡了 好 我剛剛說我很平凡 我很平凡 很平凡的 好 很平凡的 好 然後前面那個任務 秘密任務都完成了 實在是太簡單了 所以沒辦法 就只好讓我們所有人 吃完就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往下一站移動 我們等一下往下一站移動 第二站我們來到加紫元茶海 然後我爸填上出了種種花草以後 大家會喝喝茶 然後我就大家來這邊看一看 來喝喝下午茶 那也有 或是太剛一點的小子 再強調一次 我爸也沒這麼吵 其實我以前就很喜歡看MBA什麼的 然後SBA 然後我就會在房間放一個垃圾桶 在很遠的地方 然後我跟我爸就會在我房間的門口 然後拿那個 就是一般那種小球 然後在那邊 就看誰比較準 可以丟進垃圾桶裡面 後來就變成我爸就開始打籃球 打一對一 然後打到後面變成 一對一 剛剛誰一對一的時候是我爸會浪分 當然是打不贏這樣 因為開始我就會加入正規訓練 就是籃球隊 然後國中就是大輪 就是家族學校這樣 然後到後面變成 他幫我撿球就不打了 就是變我投籃 然後他幫我撿球這樣 繼而 相對其他的球員來講 他是比較幸運的啦 因為 我還有他媽媽 當時的工作是在苗栗 那很多人都知道啊 苗栗的大同國小 大輪國中 名人國中 就是籃球重點發展的學校 他就很輕易的 就可以得到這些資源 我們又可以就近的照顧 國中就是不想打籃球 就其實講的就是 真的很累啊 就覺得 小時候就是他們兩個在 在爭我要走哪條路這樣子 然後 當然我本來就是 比較喜歡運動的小孩子 我自己覺得 然後 就愛上打球 那我爸在那邊說 不給我壓力 可是其實他根本就 有給我壓力 然後我媽又把後面 我練球完的時間 全部排滿 排到9點 4點都是補習 所以我國中就覺得 我想要放棄 我覺得太累了 然後去考 所以 打快樂籃球的地方 然後又可以 讀書的地方 所以我才會去 跟家裡他們說 我要自己去考學校 然後我要去讀南武高中 總共三年嘛 快了一年而已啊 然後後面那兩年真的是第一 就是一件碰到螞蟻教練 然後 雖然說超爆雷 但是他其實也是我 籃球這條路上 讓我進步最多的 時段 我後來 就也因為籃球 所以可以讓我去讀一些 我可能沒辦法 考上的比較好的學校 比如說南武高中 但是我可以靠籃球 然後進入這些學校 然後認識一些朋友 那我也因為 打籃球 然後到高雄師範大學 讀書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籃球其實幫助我蠻多 後來我媽媽就變成 不支持轉變為志祺 他就算 嘴巴說不支持 可是他還是有帶我去買球鞋 所以他其實是 用另外一種方式 在支持我打籃球的 通常 他自己都會有 已經有一個底了 他已經 已經絕對決定了 他在跟我們講 你自己可以決定 就表示你有自己的看法 我比較擔心你沒辦法做決定 事實證明他的選擇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錯的 那時候我其實有報了很多學校 可是高四先考 然後 就上了 然後馬里教練就 就說叫我只能去 高雄師範大學 因為他知道那邊很嚴格 就是不管是對 課業或是訓練 都是蠻嚴格的一間學校 所以他就叫我去那邊 你一邊是想說 去高雄走走 反正也沒去過 就去隔四年 認識一下新的地方 這樣 後來我就去 如果說高中的時候 是馬里教練 影響我最多 然後 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是 需要威老師影響隊 他影響我球場外以外的事情 就是 帶人出事 或者是說 那時候我是隊長 他其實在很多 很多 責任感方面 他給我很多的 教導 他覺得我說到的事情 我都要做到 然後我要把整個球隊關好 我覺得 他是我一個棒的 算 人生導師 余東剛我講的 就是 一直到他 報名那個SBL選就之前 我完全沒有想說 希望他走這條路 都沒有 SBL我覺得 是 我是 想說抱抱看的事情 可是真的覺得是 反正就抱抱看 不知道會不會上哪 好 因為我有考 我有教程 我有修完的教程 所以 我本來是要朝 體育老師這方面 然後選中之後 我就跟俞翁講 說 可能要實習半年 所以 我們也沒有另外簽約 我就簽 練習球員 然後 跟我半年 做完這樣子 這很好啊 你想想看 我的工作是我 我感興趣的 我喜歡的 說句白話 又有錢可以拿 這個真的是 很好的一個工作 如果他喜歡的話 就盡量去做 沒有吧 以最近這個短隊來講 好了 其實 記得當初 他是有點不捨忠心的 因為某種原因 他必須要離開這裡 但是我就跟他講 說 你即使留下來 你都不能夠上場 不能夠發揮你的菜 那即使留在這裡 沒有用 只要有哪裡有舞台 你就應該要往彈走 所以你要轉到哪裡哪裡 不是我們可以決定 這是要由他自己來決定 目前他的做決定 我認為都是正確的 就是我一看 以他來講的話 低潮應該就是 在球場上的表現不好 那球場上的表現不好 其實每個人 一定會有這個問題的 看你怎麼去 去應付這個低潮 藉兒已經在低潮了 我們只告訴他一句話 就是你快樂的打球 不要給自己壓力 你必須要去享受 比賽的過程 你必須要 對於籃球是有愛好的 這樣子你的表現才會好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去 為了這個工作 而打球 那這個表現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總是跟他講 沒關係 不要給自己壓力 你也是 第一潮 我們給他的就是這句話 我都跟我姐二整我爸 二整 比如說 很多啦 反正去那個instagram hashtag上面有那個 發言國泰的故事 反正只要有二整我爸的 我們就會標記 標記在那個hashtag上面 比如說 我姐可能小孩子的尿布 我爸就丟給我爸 然後我爸就把尿布切起來 然後這樣 他是不是大便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嚇他 有的沒有 還沒有很多 我們的感情就比較像 朋友 就是我們比較常 在家裡這樣跟他一起去 然後我爸其實 也不會太在意 也蠻開心的這樣 所以 之後還是用這種方式 相處下去 所以 你 你要到底一下嗎 為什麼 你不要耶 我就是 幾乎啦 我氣得也不會講啦 以前啦 以前比較快容易成績 都是在苗栗的時候 是 我爸會擠 但是 後來大家就 我們分隔之後 我爸要去台北 我一直去台北 我們後來就比較常在產業 對 最近我動了一個大手術 我在五年前在比賽的時候 受傷 旋轉機破掉 所以我兩個月前 動了一個大手術 因為我現在在做復健 半年之後 我又是一條活龍 有有有 我媽那時候 你媽會記 你知道說 你知道說 隨便你啦 兩年 但是 很天才 兩年我住了十一個地方 為什麼我一直 一直 抱歉 太煩了 怎麼感覺主人這邊白白的 都在牛院吃飽了 然後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下來 希望 爸爸能夠開心 然後祝爸爸父親節快樂 還有祝全親家的父親父親節快樂 謝謝 先謝謝他對嘉儀的輔助 就是 供我們吃住 然後讓我們不愁吃穿的長大 然後可以順順地理人 就做我們自己享受的路 然後 希望他之後都能夠健健康康 就是 繼續 熱愛運動 讓自己的身體很健康這樣 然後 多找事情做 我比較不擔心我爸 因為我爸其實 對修之後 他還是 去讀研究所有的沒的 然後 他說他下禮拜還要去 騎摩托環島 所以我覺得 他其實 他自己造了很多事情做 所以我覺得這很棒 那 我希望 爸爸可以帶著媽媽一起 我希望媽媽之後不要 對修之後 沒事做這樣 我希望媽媽可以跟爸爸一起 愛愛心心多 多去外面走一走這樣 愛愛 享受生活 記得每次他打 他的球賽 我們家的人 每一場球幾乎都會 聚在一起 聚在電視機前面 看他比賽 每一場球賽幾乎 大家都 都有歡樂 有尖叫 有那種興奮 又沮喪 我覺得那種感受很不錯 這一些都是 季兒給我們的 因為季兒的關係 我們把家庭聚在一起 這是我比較欣慰的地方 希望季兒再繼續加油 我們永遠支持 好 好 有一堂 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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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 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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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後面臉 一堂 一堂 氣餓 一堂 1、2、3 山上 1、2、3 籃球 1、2、3 台南 那妳說台貝 1、2、3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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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沒有聽 幾個 幾個啊 我沒有聽